大家好 我是Choman 今天說什麼呢 就說說這支FlySky的MV4 Pro 不是這支 這支是舅舅 這支 其實我已經試了差不多兩個月了 近這幾場比賽我都已經用這支槍 裡面的功能和舊款有什麼分別 我不想多說 因為我始終不是這些專業 究竟大家有什麼不同呢 大家可以上官方看看 去做一個對比 我只是可以告訴你 就是我自己親身用完之後的感受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外觀上的分別 我或者稍後再簡單介紹一下 實際上外動下去的感覺 比起舊款 所有東西是來得實在一點 或者簡單來說是準確一點 完全沒有什麼含糊的位置 還有我用這支的時候 其實我都跟日本的品牌 即是頂級那些 做一個即場的AV對比 在同一天 即是反覆AV的對比 其實我覺得差異上 是極之小 甚至我感覺不到有什麼明顯的分別 即是跟日本頂級品牌的擁控物器比較 在外觀上 大家也看到 這個舊款 其實很多東西都優化了很多 首先 太橫 也有型很多 主要是一件很喜歡的 這個手膠 這個膠 舊款是只有款 沒有一個粗幼 沒有給你選擇 現在這個 都不同了 還有一個無線充電 這樣才能看到 無線充電 還有很多之前 人們都在說 有沒有一個手抽可以做到 這些雖然看上去不是什麼特別的 但其實是 證明廠方那邊 是有請客人的要求 或者聽到客人的意見 去做 如果不是 真的都很麻煩 例如我這樣勾著 那就相當舒服很多 無線充電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其實是無線充電 我有一條SB線 我沒有插 它弄成黑膠 很懷舊 這個我也覺得 挺過癮的 而且這裡有一個位置 其實剛剛配著 它就不會到處走 它只是會轉 就不會到處走 這個都挺窩心的 這些設計 這個呢 這個呢 怎麼展示呢 現在這個雞位 這個雞位 以前這個呢 可以調校的 有口螺絲 調校你的負責 但是有些 有些車友說 喂 不行啊 搞螺絲好像不夠力了 那現在呢 其實廠那裏呢 大家看它 官方網站呢 都有說了 它跟了一些粗 一個叫大小的大小 那些大小 讓你可以調校 還有這個是不會動的 就很穩陣了 最重要呢 它這個軟環 裡面的一條彈弓 從前呢 它只是跟一條原裝 完全是沒有得調校 只可以調校 這裡是所謂的調校 一個鬆筋 但是它那條彈弓 比較死實實 我們叫做 就是很硬 或者你調到很鬆的時候 就 就 變了就 感覺不到個中位 那現在它新這個呢 它好像更多了 更多了一款彈弓 給你 那我就 換了 那這條彈弓呢 就 哇 相當舒服了 就是完全是我想要的東西 那這些其實是 很 很細微的那些東西 那這些 那這些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變成你單手可以操作到 舊那些呢 就 麻煩一點 那 就是 你真的要擋的時候 停不到 雖然我們在我們那些 層面上 我們玩的那些車 基本上都很少用的 但是可能有些 慢拍車 或者那些 需要多 多頻度的那些車 那這些 那這些全部都是 需要用到 那以前就 比較準確一點了 現在就 會 會 容易一點控制 都可以停到 那 其實我要分享的就是這些 只是 嗯 我用完之後 那 事實這幾場比賽的 那個 成績呢 都有目共度 那 其實它 絕對不會令這個 成績差了 那 究竟有沒有好到呢 靠自己吧 但總之 這槍 你放心 比起舊款 我覺得 所有東西 你得實在一點 準確一點 那 如果詳細的那些 再看看遲些 我再拍些東西 我裏面有些什麼功能 開了的 或者 我們普遍都會用到的 那些 我下次再跟大家說 那 今天就這樣 拜拜 差不多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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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6 6 9 10 9 19 1